这个娱乐圈可能也就到此结束了 啥也不管就我家就两个大爷 等会儿耳朵丑子 你就多闹点 我爸这辈子就待不住点 你让我这么待我就来病了 真是发了梅的葡萄 一肚子坏水 大妈这一手过河拆桥 一看就知道不是头一次了啊 前头大爷刚答应要帮人家还卖债 结果后脚一听见大爷没工作 就直接要拒绝相亲 这变脸的速度 还真是无缝衔接的高高手啊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真是端午节吃粽子 皆大欢喜啊 红娘一见着大妈的面 就看到人家是穿着一身火红的衣服 这整的还以为人家是本命年呢 还真是喜庆的不得了 从上次千年给接受到现在 现在来还是单身吗 上次相亲啥情况跟我说 他抽烟 来喝酒 他说为了我能把烟记他 他说酒不能记 我当时吧 也就是挺执着的 我就是抽烟喝酒 那是绝对不行的 就是感觉到一个人去年挺孤独 后来大伙也都说 你要是不抽烟不喝酒呢 你上哪了去 说起大妈上台相亲 人家也是咱节目的老油条了 不过先前为人家介绍的是另一位红娘 说起上次找对象大妈表示 两个人在台上闹得是好好的 但是台下稍微一接触 对方的毛病就显露出来了 烟也抽麻将也打 啥糟心的事都让大妈给碰上了 就是打心里接受不了啊 长痛不如短痛 最终索性是把刀劈砖说断就断 找这个爱人吧 就是说他得有责任心 有担当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有点机会嘛 三万多块钱机会嘛 这机会是啥机会啊 18年那年 完了我就是那个胆 把胆栽除了 就胆那个手术了 那你现在咋样了人身体 做完了手术影不影响啊 不影响啊 我那个没有什么感觉啊 大姐你就是你这个债 你未来打算咋还呢 我可以打工挣钱 就是我把我的房卖的 打个比方说 把我这房卖的 我这钱我也还上了 我就是也不用那个男人说 来承担是我这个事 但是你 假如说这个男人 他有没有责任心 那就是说 那就是他了 我个人吧 没去想太多 就是这个不是需要用他来还 但是能考验这个男人 有没有责任心 对啊 真是唱戏的腿抄肩 属实下不来台啊 咱看了这么多乡心结露 那对于这种大妈的一贯做法 还真是熟悉的不得了啊 这些带着外债 或者是儿女没结婚的 嘴上都是嚷嚷着和人家一心一意 绝对不麻烦对方 但是另一边又嚷嚷着 出个难题考验对方 大妈这边是进退自如 但是大爷那边那就是处处都致命了 他会唱歌才好呢 我喜欢听歌 我不会唱歌的 我喜欢听歌 喜欢就是这种 就是音乐这种感觉 他有正能量 让我能跟他学说也挺好的 因为我的余生啊 我就想高兴快乐 他有别的什么爱好 我都可以陪他 因为我也在学习 最好他也有个爱好 然后你好能也陪他 他也能教教你 对是最好的了 我就不想找一个哈 就是他那个无所事事呢 咱就希望是门缝里看人 把人看扁了 虽然说钱到大妈 报出资格有外债 但这说起自己的择偶要求 人家表示就喜欢对方 有一技之长 不是无所事事的 直呼对方有什么爱好 资格也能跟着学习学习 这样以后也能给平淡的生活 加一点调味料啊 陪伴我几十年了 从啥时候开始就是 我从学的时候 我十四岁以后开始学的 后来我就从而是学的 人家听的时候 你啥感觉呀 当时小时候 应可不吃饭也去听着 也去听着 就是吹这个吗 吹一个大的呗 不要看不下去 平时不样 不能吹大的 为啥呀 大意是办丧事用的 就死银 吹那个大索浪 这个是乐队伴奏用的 所以我们跟前这有老人 他听着那悲声 他就不高兴 不样的 航回嘛 不到死银那个地方 就不高兴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电线杆上挂油箱 高兴啊 大妈在前头可是指名道姓 表示喜欢唱歌的 虽然说大爷人家是吹锁呢 不过归根结底呢 都是嘴上的功夫呀 而且说起自个的这么手艺 那可从毛都没尝起 就开始学习了 可谓真的是安身立命吃饭的家伙是 别说了 太孤单 太苦了 儿子几年没回来呢 你都自己过了 七八年了 自己一个人过了几年年呢 一个 七八年了 那年夜半的时候咋整啊 过年过几 不过 不过 就是个人讨过点饭就对付吃了 对付就是对付活的吧 哎呀 那你这日子过的也太难过了 就是嘛 要不说要找个老伴 给我做点饭啊啥 别的我啥也不需要他给我做 哎 那老伴就是来给你做饭 那也不容易 你就应该实心实意对他好 真是厕所里扔炸弹 激起民愤啊 单皆心理众为子 可怜天下父母亲 我呼你前半生周全 你保我后背走啊 但是哪成想大爷的儿子 就是妥妥的白眼狼啊 咱看就算工作再忙 那也不至于一年都抽不出来时间 看望人家一趟 但大爷的儿子就更离谱了 这将近十年都对老父亲不闻不问 咱都怀疑着到底是不是亲生的了 你对接下来见面 大姐有什么期待或者怎么样 见了面了才能知道 能不能心里有个一定啊 爸跟你说话 咋这样是不是紧张啊 对 今天进来就还忘了 我得先介绍一下 我热情 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冯玉祥冯大哥 你好 你好 你也介绍一下自己啊 我叫梁玉雪 符合我的心里 这还挺好的 哪块比较符合的 完了嘛 他做那个说话哈 这言谈举止也都行 雷婆找龙王谈心 天涯海剿密之焉 大爷在前头那时紧张得不得了 倒是一点没所难老师傅 见过大阵仗的样子 毕竟咱打心里也明白 这相亲找老爸可跟别的不一样啊 不过好在就瞅两个人对各自的印象 还真是好的不得了 好饭不怕把好事须多磨 就瞅人家接下来的相处了 从我这儿不是非常简单 啥也有 这都是大姐你养的花啊 对啊 我就喜欢养花来养鱼 人家住楼房 能以外上农村去 那绝对不得了 我觉得好像不能 这是我自己摘的 我爸一摘小葱 大哥我就买了五块钱的小葱 就全摘了 不就密麻麻的吧 然后我就见着吃 我这个阿比当小弟儿 其实我一直吧 就忘不了那个农村 就是这个生活 我就跟他 真是小马拴在大树上 牢耗的不得了啊 看到大妈家里是干净利落 阳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卉 人家爱好也全是养鱼养花的闲情意志 跟自个乡下的生活 完全是没对比性 大爷就是打心底的害怕 对方接受不了自己的条件 好在这接下来一问 大妈表示 人家就是打心底的喜欢农村生活 话语中就是要带消除疑虑啊 完了我现在吧 就是怎么说呢 他有点急 有点急 我这急 三万多块钱 不到四万块钱 想要走在一起 什么都要他透明 别藏着叶子是不是 哎 就是说是 我这个钱 说那个 你能帮我承担你就承担 说你不能承担你 我也不用我自己来还 因为啥呢 我还能那个打工是不是 咱看这门亲事成与不成 就在大爷接下来的回答上了呀 果然大妈先前说的考验 那完全就是为了应付红娘的 这现在两个人一坐下身来 大妈就逞强了统图干 直来直去 表示自己在外头还有三万块钱败债 嘴上说着大爷承不承担都无所谓 但就瞅人家等待着回话的这份态度 属实是狗仙门脸 全凭一张嘴啊 这是考验考验那怎么还在打的 这个吧 你提出这个就是你 你对我咱们将来如果要能走到一起 对 对我一个在经济上对 给你一个帮助 其实要我一把拿出来给你 暂时还是做不到 嗯 我就得让你咱们一年的收入 我的一年的收入 缺了咱们生活费用 剩下的钱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得需要时间 我给你点赞 这就足够了 第一次见面 那你为啥就这么跟人说呀 那他有这个要求 咱们也心里有这个想法 咱们走到一起不可能 走到一起是夫妻 你有几乎我有余钱 我不可能不给他还 他能说出这句话 我已经就很满意了真的 他最起码他 就是他真的他是喜欢我的人 他会这么说 他不喜欢我 他绝对不会这么说 当时真的我感动 好像眼力掉来了 看到大爷是眉头紧锁 红娘见状也是连忙询问 大妈言语中的意思 看破不说不看穿不戒穿 大爷是无功吃萤火虫心里有数 给出的回答是相当的沉稳理智了 表示如果两个人在生活中 能够闲出富裕的钱 那自个肯定会用来帮扶对方 大妈这头一听也是直呼感动 毕竟那三万块钱说多也多 说少也少 人家有这份心 那就说明肯定是打心底震可咱了呀 哥哥在农村也不中地 他年轻的时候是那个 隔骨月班的 我原来就是唯五月班的 哦 他要是能干说的娱乐 所以他不会吹那个乐器 还会玩无论的 对就会这些个东西 他人家接触这个娱乐圈 那跟他他给一起 不也挺充实的 这个一技之长挺好的 那你现在你还 你还在那个唯一圈吗 今年不好 今年这个疫情吧 把我们这行都打 要不延的话 一年这个 外边去上海 一年也挣 流流大大 一万多个钱 哦 因为这 以后的行事也不好说了 这个娱乐圈可能也就到此结束了 啥也不管 那我家就两个人大人 等会儿有点丑 你就多闹 我爸这辈子就待不住点儿 你让我这么待我就来病了 那我就叫他挺幸福的 他的晚年很好 我和他要再一起结合好像是不行 真是老鼠掉进面缸里 翻白眼呀 咱大妈这变脸的速度 还真是比翻书还快 前头大爷刚表示要帮人家还败债 结果现在一听到人家没工作 直接就表示要拒绝相亲 前后态度转变还真是没一点犹豫的 大爷给你心连心 你却跟大爷把脑筋啊 属实是心气太深了 如果我要是一把都给他拿出来四万 帮他换机会 他就是又有说法 你觉得大姐是因为这个 是 是的 就算不用你 他也能自己干活换了 那就没意思了 我们俩走到一起我缺个伴 他要出去打工了 我不还是没有伴 大姐大姐输了 大姐说是因为就是你这以后 你也没有回 他不想就俩人天天就在家里头 就坐着 大姐就是因为俩人有点事干 不管有点 在农村 就除了中东那边的事是不是 大姐也不会干的农活 那你说俩人天天在家 他干家务你在后边跟着 是 说的也有道理 也有听到 大姐是这么觉得的 假如说咱俩做个朋友 做一个最好的朋友 那时候走到一起过日子吧 就不能了 是不是 相亲难相亲类 相了半天不匹配 最终咱大爷也只能庆幸离场 不过咱也希望大爷千万别气馁 相信幸福总在下个路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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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